看見對面 康寧道 雙心酸辣粉 康寧道42號 剛剛逐租8萬8千元 註冊 最見的了 看著這間 逐租8萬8千元 第四條租約 雙心酸辣粉 位置圖 圖積P字的位置 你見到的 照片是鎖住的位置 棟大廈幾層高 鎖住P字的位置 康寧道就是斜路 這裏 正在接近這個漫畫街 這個鎖略環境 大約36個位置 記得有機會幫助我們上環MASA街 Referee的租客 這些是最新拍的照片 食物很漂亮 有時候 你不要看到報紙 報紙又大上大落 大上大落 看得來人都瘋 但一看這個註冊成交 有時候可能上一點 可能下一點 可能是一樣 但總之有時候我和你解釋多些 不同的商店的註冊成交 買賣也好 租務也好 對面這個雙森酸樂粉的門面 整棟的大壓底體 這個雙森酸樂粉 是康寧道的42號鋪 門面大概是9尺度 窄一點圖積 你可以看到 深大概是50尺 裡面闊大約12尺 上面積大約是500尺 建築面積大約800尺 康寧道的42號鋪 這個位置 之前已經租了幾轉 看看租值作為一個成交比較 2011年的時候 這間店舖的康寧道 讓你看看附近環境 讓你知道大概是哪個 那邊是漁民坊 半航的港鐵站 再轉回來的時候 康寧道一直上山 我以前住在康寧道很熟悉 公樂道 很多人住宅 左邊那邊是通明街做了一些車房 今次主要說的時候 我就說的是這個 雙心酸辣粉 我先去對面 陳現金毛車 看著前面這個雙心酸辣粉 大概租值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些報紙都沒有報道 但就算因為 通常報紙報道 大附近大陸那些 但有時現實環境 你也要反映 這間店舖 2011年的時候 曾經租金是65000元 之後到2016年 租金是83800元 到2019年 最高峰11月份的時候 是91000元 剛起租的時候 91000元就是雙心酸辣粉 對不起 再看真點 Land Search 應該是2016年起租 已經是雙心酸辣粉 所以是2016年起租 這是第四個租約 看看這附近 再看看 裡面的樣子 裡面的雙心酸辣粉 你看到裡面 大家試一整整的店舖 雙心酸辣粉 這邊的康寧道 大家知道 都是人來人往 很多事情上 好的地方 始終這裏人流是多的 變成全都是食斷 但不好的是斜路 難乾 不過這裏人流很差 這個位置 這裡你看一下 大概翻桌的轉數 大約人數 每張桌大約四個人 即是36個位置 36個位置 現在看這裏 45元一碗東西 酸辣粉 當成人頭消費時60元 現在8萬8千元 當兩成交租的話 即是一個月要做 40多萬左右的生意額 除了36個位置 每個人頭消費60元 大概做六七吋 六七吋 就叫做Break Even 差不多盡量 都差不多 這裏我很難想像 每間部份都達到十多萬 到十多萬 我感覺觀塘的消費力 在康寧道 六七吋左右 OK 差不多 除非市房大好 否則再上空間 我覺得有限 算好了 恭喜業主 逐租最好 為甚麼 原本業主買回來的時候 就說回來 最重要收到租金 2011年的時候 他買回來 那時是4月份 2000萬買進來 你脫下回來 2011年至4000萬買回來 現在會回報 大概是5.3厘 這個商品 我繼續收租 我希望業主繼續收下去 五六厘 都好嗎 再上升多一點 我覺得有些難度 但這個回看上去 你用大壓分 要玩重建 到時有多些錢 好 恭喜業主 又恭喜租賀 逐租的租賀 最好的就是 八萬八千元 逐租多兩年 恭喜業主 看完片記得來上環MasaGuy Referee 今期推介 Pigeon Yakitori Toked with the Black Truffle And on the side is the Pickle Daikon With the Confit Pigeon 還有Free Welcome Drinks from Jessica See you here 這間店是8萬8千元 是逐租的 這個圖籍 P字的位置 位置圖 再看外面的相片 雙心酸辣粉 整棟大廈 你都看到對面拍過來 鋪裡的相片 大概在36個位置 因為這間店的門面比較窄 每個平均印頭消費 大約60元 好了,恭喜業主,恭喜租客